前棒球国手宋兆基日前变卖奖牌替母亲求错医药费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 而在台南市议员的牵线下 他将受聘担任社区少棒联盟的客座教练 宋兆基十分珍惜这份新工作 他说教小朋友打球比自己打球还要开心 我们来迎接我们宋兆基新教练好不好 前棒球国手宋兆基在市议员的牵线下 从2月份开始将受聘成为台南市永康社区少棒联盟的客座教练 未来每周两天他将发挥所能教导小朋友投球技巧 宋兆基很珍惜担任教练的工作机会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突然起来的那个 可以尝试我的专程的工作 那我都一直觉得说可以教这些小朋友打帮球 我觉得真的非常乖 之前听说他是三冠王 希望他可以来我们球队 可以教我们投球更多投球的机器 宋兆基曾经是台湾2001年世界杯 季军的成员之一 有位高雄的球迷特地带着当年的球员卡 赶来台南请他签名 宋兆基看到球迷没有忘记他 更是感动不已 当时2001年世界杯 在台湾办的那个球员卡 没有切割的 然后请很多球员签 然后宋兆基一起 曾经是中华职棒的三冠王 也是中华队世界杯的国手 宋兆基终于能够一场夙愿回到 他最熟悉的棒球场 培育更多的棒球种子 联合报系吴书林郭贝如总和报道